最殘念的景點看得到玩不到 瞧瞧這座跨越溪谷的吊橋是不是挺壯觀呢 怎麼好像沒聽說過這個景點 這裡是南投縣新宇鄉的雙龍部落 部落裡有座雙龍瀑布 通往瀑布的這座吊橋 假如包含兩端的引道 總長超過400公尺 全台數一數二 而橋面與谷底之間更是相差超過100公尺 但是這座橋不開放 只供水管工人通行 所以又叫水管吊橋 堪稱最殘念景點 雖然偶爾有一班民眾冒險闖關 不過其實都是違反規定 為了彌補遺憾 鄉公所最近在吊橋旁 完成一座有3300個階梯的站道 一路穿梭竹林等風景 終點可以繞到峽谷的另一頭 同樣能眺望雙龍瀑布 路上也可以俯瞰部落風光 至於這水管吊橋倒也不會永遠殘念 地方政府已打算在今年改建為觀光吊橋 最快在2018年完工啟用 遊客就可以體驗這條又長又深的觀光吊橋了 動新聞南投報導